字幕《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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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美分店倒閉 經濟學家表示 同類型商店不容樂觀 封口廢案 陪審員選定 年輕人支持川普者增多 越南痔瘡高藥千含量超標 北加州一人死亡 加拿大多倫多機場 2000萬元黃金結案就人被控 歡迎收看今日下週 首先我們來關注 99美分商店在過去40多年裡 一直以廉價商品聞名 由於經營不善 所有分店即將全數關閉 讓許多消費者失望不已 經濟學家分析 未來同類型低價商店的處境 會更加艱難 隨著美國著名連鎖店 99 Cent Store宣告倒閉 標價99美分的商品 逐漸成為過去式 消費者撐著最後 清倉特價的機會搶購商品 也回憶起過去 在這裡消費時的點點滴滴 近年來通貨膨脹 導致99美分的商品 越來越少 這家超市也逐漸名不副實 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 未來更得勒緊褲袋過日子 此前99美分商店的CEO 麥克西蒙希奇在聲明中 將公司倒閉的原因 歸咎於疫情的衝擊 消費者需求的變化 通脹等原因 而經濟學家則認為 由於大部分分店都在加州 持續上調的最低薪資 也是阻礙商家發展的主因 在當今的經濟局勢下 類似的低價零售店 如Family Tree和旗下的Family Dollar 都在苦苦掙扎 並計劃在未來幾年內 關閉部分門市 公司分枚有一個副 因為往不 chart 買一億至50至30至 mm 這便會比較困難 不斷จ bon �import對最短化的元件 寄進來將博物 rich變化 但有市場�quer 部高商品嘗試去 aws 售ход買這麼低物 companies куп妳巨大 CAS 貨物壽 然後卵 他都曾報 deja 虽然99cent的倒闭让很多人感到遗憾 但就在不久前 Big Lots的前总裁马克·米勒曾对外宣布 已经召集了一批投资人 打算抢救这家折扣连锁店 至于这家店最后是否会起死回生 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源刘洁 在洛杉矶的报道 4月18号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封口废案 陪审员终于选定 民调显示 川普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正在上升 周四 美国前总统川普不得不再次来到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法庭 旁观挑选陪审员 在接近80%居民是民主党选民的曼哈顿 挑选12名承诺会公正审案的陪审员 和6名候补陪审员非常难 之前选出的7名陪审员中 有2名因不同原因改变主意而离开 经过一整天艰难的筛选 再有7名陪审员入选 12人团队终于形成 法庭同时选定1名候补陪审员 根据规定 提起诉讼的检察官和川普的律师团 拥有强制驱赶权 可以否决10名陪审员人选 到周四结束 两个团队用光了所有名额 周五休庭前 法庭需要选出其余5名候补陪审员 尽管被庭审缠身 川普周二忙中抽嫌 走访曼哈顿的小业主 意外遇到大批支持者 人们齐声高喊 我们爱川普 气氛热烈 周三 川普还在曼哈顿的川普大厦 会见了来访的波兰总统杜达 当晚 川普在慈嘉大楼请杜达吃了一顿大餐 总统拜登积极在关键摇摆州编析法尼亚造势 周四 他得到分裂的肯尼迪家族部分成员的支持 周四 哈佛青年民调宣布 在18到29岁的选民中 拜登的支持率为45% 比川普的37%仅高出8个百分点 而早前 拜登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 比川普高23个百分点 显示出年轻人对川普的支持率有所上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任浩综合报道 近日 一款来自越南的膏药 被加州公共卫生部检验出千含量超标 并已经造成一名北加州居民死亡 来看报道 加州公共卫生部近日发布警告 呼吁民众避免使用一种来自越南的痔疮药膏 这款药品已经导致北加州一名居民死亡 官方指出 这种越南痔疮药膏被检验出4%的千含量 数值处于危险度极高的水平 报道显示 北加州的死者是生前在脸书上购买了这种痔疮药膏 并由亲戚寄到加州 加州公共卫生部部长阿拉贡在声明中指出 这种高含量的签对人体极具危害性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这个产品并寻求医疗协助 他强调 这类没有经过安全测试的药品往往存在严重风险 民众应高度警惕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记者站综合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警方周三宣布 皮尔逊国际机场发生的史上最大黄金抢劫案 经过一年调查 已对9名嫌犯提出指控 其中两人是加航的前任和现任职员 这期加拿大史上最大的黄金抢劫案到周三正好一年 被盗的黄金和货币价值超过2200万加元 约合1600万美元 去年 瑞士苏黎市一家经联厂订购的大量黄金和外币 透过加拿大航班经批准的航空集装箱运输 抵达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 官员表示 嫌犯出示了一张伪造的航空拖远文件 窃走了这批黄金和外币 周三 加拿大和美国当局对9人提出19项指控 已有6人被捕 另外3人正在通缉 9名嫌疑人中 至少有2人当时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员工 1人目前已经辞职 5名嫌疑人在加拿大被捕后保释 1名嫌疑人在美国宾州因持有枪支被捕 目前仍在美国拘留 抢劫案发生后 总部位于迈阿米的运输和安全服务提供商布林克斯 去年10月起诉加拿大航空 指控其玩忽职守 瑞士瑞夫森银行和贵金属精炼公司瓦尔堪比 雇佣布林克斯将贵重物品从苏黎市转移到多伦多 不料却发生了这起抢劫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迟晓 综合报道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日前向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显示 中共干涉加拿大民主机构 试图秘密推进中共的利益 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作证时提到 2021年加拿大联邦大选期间 在安大略省普斯林奇 威林顿 霍顿山选区内 举行的候选人入幕会议上 一名身份不明的来访者对他出言不逊 指责他反华 张先生确信 该事件是中国人 中共干涉她的一個實例 你曾報告這個事件嗎 我曾報告過幾個月後 加拿大王家祈警在去年12月曾回應事件 指出該會議中的不速之客 是中共特工的說法令人信服 但無法查明身份 莊蒙號並不是中共針對的唯一目標 加拿大情報局報告顯示 前保守黨國會議員趙錦榮 現任國會議員關慧珍 及前保守黨領袖艾琳奧圖 都是中共干涉的對象 奧圖爾在作證時指出 當時多達9個選區受到了中共的干涉 導致保守黨在2021年聯邦選舉中失利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安妮 加拿大報導 週四 一條罕見的超長標線 快速橫掃廣東 帶來狂風暴雨 標線進入廣州時 天空瞬間變黑 彷彿一秒進入黑夜 週四上午 一條長約600公里的標線過近廣州 烏雲密布了天空 瞬間猶如進入黑夜 同時襲擊廣州的還有狂風暴雨 有行車記錄儀畫面顯示 隨著標線過近 公路上能見度很快降低 不足20米 中午12時號 標線基本移出廣州 氣象部門預報 接下來標線將繼續東移 珠海 澳門 深圳 香港 中山 東莞等珠三角地區 將迎來強風大雨 受標線系統影響 廣東多地仍繼續發布惡劣天氣預警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 張曉雨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中國商戶港交易所計劃 從5月中旬開始 停止披露實時交易量數據 專家解析 背後有陰謀 近日 滬深港交易所宣布 將對滬深港通交易信息披露機制進行調整 在交易時間內 公開市場將不再提供滬深兩市 境外投資者買入 賣出和總成交量的實時數據 滬深股市在一個月後 香港股市在三個月後實施此規定 實時數據至關重要 中共推出此規定 被指背後有陰謀 全世界的交易規則都是這樣的 所有的交易數據都是要實時體現在網上 給大家都要看到的 那共產黨它現在這麼做 第一個出發點 它是保護它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 就是它保護它自己的那些莊家機構操縱這支股票的時候 或者操縱期貨 期貨它的交易量更大 如果它不把這個顯示出來的話 那這個交易就不公平了 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個股市 首先這個股市要運行 首先它的信息的真實性 即時性和準確性 你要第一時間來進行披露 那麼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判斷和反應 這都是屬於那個個人股市投資者的一個自主行為 那麼現在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股市的基本設計就是割韭菜 就在此時 4月16號至18號 北向資金連續三天減倉 其中18號 北向資金淨賣出大約53億元人民幣 17號淨賣出超過2億元人民幣 16號 北向資金淨賣出大約為28億元人民幣 專家認為 北向資金在中國股市是一個風向標 中共現在信息更加不透明 將勢必打擊投資者的信心 就是百向資金 它在中國股市的占比只有3% 4%很小 但是它的交易頻率很高 而且它被稱為聰明錢 它是一個風向標 它的這個什麼 買進賣出 對股市的影響非常大 全世界的股市要進行交易的時候 都是要實時信息 以為它做基礎的 那麼現在呢 把實時信息這塊給你停下來 這樣呢 百向資金它的影響力就會大幅度的削弱 那麼 中共認為通過這個方式就可以使中國股市的波動性能夠大幅減少 但其實這個做法是個非常愚蠢的事情 就董行的人 他們都知道共產黨它到底要做什麼 就市場後面有不可未知的壞消息在那裡 只是共產黨沒有明說 它發了這麼一條新聞出來 那董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好 我們馬上要走了 如果再不走的話 沒有人知道後面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出來 新唐人記者唐瑞採訪報導 近日 重慶四川多地居民在網上投訴 燃氣費在換表後暴漲幾倍 事件引發輿論關注 民眾說房地產不行了 登局當然要變髮子割韭菜 重慶南岸區 永川區 北貝區很多市民在社交平臺投訴 自從燃氣更換新紀表後 費用猛增 有的家庭甚至增加到以往的5倍 在啥子都沒開 比較沒懂 我只需要開個熱水 看這個速度 這個賺的不是萬八萬的款 不止重慶 網民反映 四川上海等地 都出現了燃氣費飆升情況 知名編劇李亞玲4月17號表示 成都家中天燃氣表異常 兩月不在家 卻產生500多方用量 也有上海網民說 換了新表後燃氣費層層的漲 還有更奇葩的案例 據彭博新聞報導 一位老人在成都居家4個月 結果燃氣費1.5萬元 燃氣公司城 因為計入此前10年的滯後氣量 也有網民說 沒換表的這幾個月燃氣費也猛增 重慶燃氣公司發布的財報顯示 該公司換表後 輸送燃氣總量增加很少 但利潤同比卻暴漲了8倍 網民熱議 氣、水、電准不准只有天知道 明明可以直接搶 房地產不行了 當然要變法地搜刮 微博網友4月17號反饋 經過相關部門的協商 重慶的燃氣表竟然自行減緩了運轉速度 這似乎驗證了一位叫睦睦的博主的爆料 據內部人士爆料 燃氣公司並沒有在標上組收酒 而是在燃氣裡面組了收酒 它在燃氣裡面加入了工業燃氣 工業燃氣5枚加煉 一方只要39千 但是加入了工業燃氣以後 天燃氣裡面它依然只會降低 所以要加壓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敦侯 江迪亞采訪報導 歡迎回來 4月17日晚 神韻新世界藝術團在美國南達科他州 拉皮德城封碑劇院的演出圓滿落幕 高超的藝術表現震撼了主流觀眾 他們也表示 知道神韻遭受中共的惡意攻擊 並對藝術家的勇氣表示讚賞和支持 當女生跳舞舞舞蹈 看來看他們的表現震 像他們還不走 像他們不走 而且它是一個很棒的表現震 他們有這麼好的表現震 超級感情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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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韵的精湛藝術表現震撼了西方主流 節目展現了美麗的中華文化 卻遭到中共的惡意攻擊 神韵無懼中共打壓在海外引起熱烈反響 觀眾紛紛表示他們非常讚賞並支持神韵 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謝謝他們做的事情和他們做得很精彩 不要讓任何人嘗試停止 只能保持極臨的創造力 這是一個極臨的混合 和豐富的歷史傳統的傳統 這是一個極臨的混合 我推薦大家看見它 請討人電視台記者夏文月楊麗 美國南達科他州拉皮德成報導 歡迎回來 353名裝扮成小天鵝的芭蕾舞學生 4月17日在紐約打破了一項世界記錄 他們洋溢著青春的笑臉 稚嫩卻優雅的舞姿 讓人們感受著人生的美好 來自全球的353名年輕芭蕾舞女生 化身一群美麗的小天鵝 在主持人的號令中 一起編起腳尖擺出芭蕾舞的基本舞姿 高高舉起的雙手 讓挺拔的身姿更加優雅端莊 微微抬起的下巴露出更加修長的脖鏡 讓女孩們看起來自信從容 按照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評估規則 小天鵝們需要衣着得當 所有人都踮起腳尖的時間至少一分鐘 所以在即時音樂沒停之前 任何人的腳跟著地 都會讓挑戰前功盡棄 它是比較具體的 因為你身上的距離 你需要距離腳和距離腳 用腳尖站立一分鐘 對芭蕾舞學生來說並不難 她們在日常訓練中 常常需要踮腳更久 所以當倒計時到來 女孩們更多的是興奮 並不覺得太累 活動是青年美國大獎賽 為慶祝成立25周年而舉辦的 刷新了2019年306名 芭蕾舞學生創下的記錄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中文字幕提供